結婚了兩年 一直跟老婆的房屍都是一般的 有時不夠硬 有時又很快射 好像一直都不太滿足她 她有個朋友介紹了她 就叫我一起去玩個SETS PARTY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這次我們又來到竹子中醫 又找到一個紅貓醫師 麻煩你紅貓醫師 阿Mike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一個空間 有沒有事要問 不好意思 問女性的事 他們說有少量客人是女性的 我想女性在逢是遇到的問題 是否相對比男士少 不好意思 是的 因為男士是必須要 下面硬到才可以進行這件事 相對來說 女士不需要一個特定的條件 才可以進行這件事 所以她們的困難會少很多 嗯 但其實女士都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就是關於可能不夠濕潤度 我剛剛就想問這個 比較剛潔 即使 就好比男伴很硬 很困難 但若然不夠濕潤度的話 其實女方都會比較辛苦 其實男士會不會都覺得辛苦 簡直是 起碼對方叫我都要停的 在這方面 女士是否關於 是否陰虛令到她的濕潤度都偏低呢 這個沒有說絕對的 經常說分泌不夠 這些是屬於液體的陰份 那會不會是陰虛呢 不一定的 因為要產生 要分泌這些液體 亦都是關於你那個器官的功能 而功能上的東西 亦都會和你的陽氣足不足夠 你那個器官的機能足不足夠 是有關係的 所以女性的察覺度是偏低 而且是我們自己才察覺到的 即是難聽這句話 但男士的問題太外露了 很明顯 實際上是可以 甚至是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男士上來找熊貓醫師 一定是拿了很多男士的案件出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嘉賓呢 阿銘 是 他有什麼事呢 交給他 阿銘自己去說吧 阿銘在嗎 在在在在 很精神啊 阿銘 那麼精神 有什麼問題啊 是啊 這麼精神 不代表沒有睡 我只是說笑而已 是 是 你說吧 好 跟老婆結婚兩年了 一直跟老婆的房事都一般的 有時不太夠硬 有時又很快便 好像一直都不太滿足到她 有一次她就跟我談 可以怎樣處理一下她 她有個朋友介紹了她 她就叫我一起去玩個sass party 那是什麼朋友啊 為什麼groupsass party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知道了 因為groupsass party我不用理的 我不用阿銘的 阿銘你坐在一邊喝汽水 可能在旁人的角度 或者她的太太的角度 是不是沒有了一些新鮮感啊 但Susan也挺大方啊 她直接就說你不夠新鮮感啊 好來啊來啊 你要group party 你有沒有想過Susan想應付她自己 我不知道 分略了阿銘 OK 那你真的去了跟太太一起試那些group嗎 是啊 OK 他們是會員制的 都要先面試一下 而且要先做body check 跟阿鴨也很相似 她說那時候也不是想入就要入 阿韋嘛 是啊 那些training partner 她要body check 那我又覺得OK啊 不是任何人說進來就進來 我都要知道你的體格健不健康 有沒有暗病 暗病我也覺得是 你搞搞突然在那裡扔下 是啊 那當時就要做body check 我想發掘一下那些body check 是普通身體 那些體格的檢驗 檢驗一下尿啊 還是要做什麼要求 是檢驗你們的狀態呢 要督手指 檢驗一下血壓那些 純粹可能是一些安全的東西 是的 好 跟著之後呢 那有沒有重拾你的能力呢 玩了這個群組之後 我去到就真的打玩了 因為一去到整十個人 還有去到那裡 其實那些人的質素都挺高的 是的 那初初都有些爭辯的 還有那個環境 他們去到那些五星級酒店那些 初初都很緊張的 我記得的 好 不好意思說過 緊張都會影響 會不再狀態 那所以呢 你這裡有興奮 又很華麗 但是你又有緊張 有十個人 扣上你和你太太 也有八個新人在這裡 So 你做了些什麼 表現了些什麼出來 那晚就大領落了 因為可能我很緊張 還有可能那些人的質素 好像都挺好的 那我下面就失靈 玩了不夠幾分鐘 我就完事了 但是呢 我見到我老婆就很開心的 由頭玩到尾 好像沒見過她那麼爽 哦 你就見到太太玩到很爽 由頭玩到尾 你就兩分鐘就坐在觀眾席那裡 好啊 那好的 那你一定有些問題 其實也想問我們的專家 好不好意思的 那 是的 你想問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想解決我早洩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早洩 早洩怎麼搞呢 都想了解一下 那你說兩分鐘就完 那其實是由哪一刻開始計算的呢 是不是進入之後開始計算的呢 是啊是啊 一兩分鐘左右 動那一下計 純粹一插進去就很敏感 嗯 是的 是啊 那一放進去就很敏感了 黃媽的意思 是啊 這個有可能會跟她當時的環境比較新 還有可能她當下那一刻也因為有問題才會進行這件事 嘗試給自己一些新的刺激 但是可能她當時的心情比較複雜比較緊張 嗯 其實也說過了 其實緊張的情緒是會影響到我們的表現 是的 其中一個就是會令到我們更快就會完事 嗯 另外想再了解一下 你的身體狀況 其實你現在的表現 你說很快 但是那個硬度又怎樣呢 就是根據那個平級 四級來說 分別就是青瓜 有皮香蕉 剝皮香蕉 還有豆腐 那你自己怎樣評價呢 一開始就 我想好像有皮香蕉那樣 但是放了幾下進去就變成沒有皮香蕉那樣 還有很敏感 那另外再想就是了解一下 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平時會不會容易頭暈 或者腰酸背痛之類的情況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的呢 腰痛就真的經常都會有 還有有時候會有耳鳴 監視 不知道關不關事 然後腰痛明明自己沒有拉傷過 但是要好像幾天才會好像沒有了腰痛 如果初步聽阿銘這樣說 其實他這些症狀都會跟腎虛是有關係的 嗯 因為我們的腰 上面有兩個穴位 一個命門穴 一個腰陽關 其實這兩個穴位都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腎氣進出的地方 嗯 如果平時保養得不好 腎氣比較不足比較虛弱的時候 就會容易產生腰痛 嗯 而另外就是我們的耳 嗯 講的就是腎是開竅於耳 如果我們的腎的經絡氣血是不足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我們耳呀 聖覺神經呀 那個氣血營養的輸送 嗯 就會容易出現耳鳴的情況 另外再了解一下 你平時的生活習慣怎樣的呢 嗯 夜不夜睡呀 有沒有打飛機這樣的呢 其實我作息是有點不定時的 因為我上班那份工作就很自由 有時候可能去到凌晨好夜呀 早上才睡呀 睡到另外第二天的下午 有些可能是OT對著電腦繼續打字的 那你在做什麼呢 你晚上在做什麼 暫時都會打飛機的 不過夜睡就因為我其實因為睡工很彈性的 所以我就沒有早睡這個習慣 純粹是比較自由 嗯 所以他純粹是因為自己太過自由了 所以有時候日夜顛倒這樣 這樣有沒有關係 睡就睡了這樣 嘩 這樣行不行呢 因為我們中醫都是講究 天人合一 就是人應該要順應自然的法則 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嗯 另外我也有話想說 不知道關不關這件事 就是有時候現在鱷尿好像經常都去不清 好像人家說什麼滴滴仔那些 都不知道是不是都有關係 是 那這些又是什麼情況呢 熊貓醫師 就是這個小便出了問題 是會跟我們的膀胱的機能 是異常有關係 嗯 如果你說鱷完沒多久 就會很快就有些尿意這樣的 而且每次都好像鱷得不是很清的時候 就是我們中醫所說的 就是我們的膀胱的氣化功能不足 你可以簡單去理解 每次排尿都好像不夠力 總會有幾滴 剩下的 令到你很快又有尿意 影響到你又想去 嗯 根據鱷仔剛才形容他的一些生活上的 routine 其實普遍大部分現在的香港人 都很難入夜而遮瑕 有時真的在OTO到十點多 甚至可能兩三點 那有什麼辦法呢 熊貓醫師 這樣就唯有退而求其次了 第一就是首先你要休息的時間 一定要足夠 最少要有七至八個小時 嗯 另外就是睡眠的質量要好 嗯 如果你說我睡在床上還是 又想著公司的東西 又想著其他個人的一些煩惱 這樣 滾來滾去睡都睡不著的 睡眠質量那麼差的 那肯定不是這麼理想的 另外就是說 你也要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態 例如留意我們的神撥有沒有 如果你發覺神撥沒有什麼 少了很多 這個時候 你就最好要找一些專業的人士 去幫你看看你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 幫你調理一下 嗯 我有些問題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有輕輕賴過神撥 基本上每個男生普遍每一招都會遇到的問題 大小時候很尷尬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說 但原來是一個身體的現象 那是不是沒有神撥就代表我有問題 可以這樣說 嗯 嗯 怎麼為沒有 我三十天有一次才算太少 還是有個定義有個界線呢 先解決第一個 神撥的時候 它的狀態應該是青瓜 香椒 香椒 有皮的香椒 骨皮的香椒 沒有皮像是豆腐 Joining 生瓜 現在應該是有沒有什麼狀態呢 其實如果你有身體的狀態呢 神伯的硬度一般会显示出最硬的状态 即是青瓜 总之最硬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以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去计算的话 出现不了多少次神伯而又在青瓜的状态 代表神伯的状态是要静视呢? 这样说,神伯一般来说有三个因素影响 第一,神气够不够 第二,你睡得好不好 第三,你的心理状态是否放松 如果你神气又不够,休息又不好 又或者心情又不好,很焦虑很紧张 其实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到神伯 当然我们不需要追求一定要每日有 但是比较接近,差不多每日有 会比较好 那是否就是说,当这个神伯很少出现 好像你刚才说,三个月才出现一两次 几乎消失了 那是否会在其他的身体症状里展现出来 例如说,可能在性功能硬度不够硬 或者早晓 是否会有这些东西的衍生呢? 都不一定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找医师和你看看你的身体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才会导致你的神伯减少了 嗯 好,明啊 先回问一下,刚才你也比较介意和在乎 更紧张的就是早晓的问题 接着就是不够硬 刚才你也分享多了一件事 就是关于神伯的状况 那你目前有没有留意一下自己的神伯的状况 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现呢? 现在就真的很少有神伯了 以前就多一点的,都留意到 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伯减少 都是慢慢减少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察觉不到 真的 而且就是说,刚刚你也说过 那是否没有神伯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性功能呢? 不一定,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 只不过他未有一个很明显的征像是出了来 我觉得男士更危险 因为女士月经28天一周 即是一个周期一定要数 如果你辞来月经就知道有问题 所以大部分女性以我认识都会计算数 但是男士的神伯没有理由去抹日子 即是很少地做 即是我今天游滴都会游滴 即是当你没有的时候 对啊,好像阿明那样 对啊,我说起来这几个月都没有什么 根据现在阿明的状况 你也知道他有少少那些作息的时间 而他也有一个神伯的问题出现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现在这样初步分析 就是那个神、神气都是比较弱一些 不是那么理想 特别是他也有一些耳鸣 和腰痛的情况出现 其实这个都某程度上 说明他的神会比较虚弱一些 另外就是刚刚都问过了 神伯很久时间都没有出现了 这个刚刚都分析过了 是三个原因导致的 至于是哪些原因的话 首先现在神区可以是很肯定的 是 听到阿明 真的 不要常常似自己 你又有得罚不去罚 藍位是这些想罚也没得罚 我跟你一起努力 有些观众亦都WhatsApp我们 就出一些奇异招 就说你太过敏感了 我教你啊 你带两个套 弄些什么什么的 带着他 令到他没有那么敏感 那就没事了 我听过有些说 突然间唱一首歌 sideshack自己 就让自己那一刻 不要立刻很想原始 想噴出来 哦 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同事 就算我给你努力都指标不值本 不好意思 什么不努力的 笑音不值本 我真的想指标不努力 戴两个套就没有敏感了 两个套不够三个套 其实是可以的 不过你会牺牲了一些 那个感觉相对来说会薄弱很多 所以都是病向浅中医了 阿明 阿明 你的年纪不是很大 三十五 三十多岁 那就真的要提早了 无论等到你四五十岁 外面好像还很精壮 但是已经去到用不到的状况 对不对 当你有爱还在 你不要让身体上一些机能 就像是障碍了大家的关系 所以即是提早求医 也是的 因为你靠外来其他的方法 可能找这些group去尝试 好像刺激一下自己 其实就算真的可以 可能只有一两次 如果给我是你太太 去到花花世界 汪洋大海这么多鱼 好东西 然后我老公坐在一边喝汽水 我也会认识 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自己想想他 即是我就当你们的关系很爱 即是他不会离开你 但我想你自己都不是美如 对不对阿明 他不理我 他可能很伤心 他在抹眼 你够了 你不骂人 你不是骂人 不是骂人 就是说个面子 不用那么伤心 那我教你怎么做 好 首先 调理身体 补肢 另外 第二样东西 适当做一些运动锻炼 其中 其实早市的东西 西方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盘底肌 是 如果经过适当的锻炼的时候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是可以有一个延时 可以持久一点的效果 如果有时运动都难得做 那也有些仪器可以帮助到你 就是一些高能量的持长聚焦 可以刺激到盘底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这个过程就像你做了运动 那样 令到盘底肌得到锻炼的时候 可以强化你这方面的功能 哦 所以可以找熊猫医师帮忙 绝对是 阿明你听不听到吗 听到 趁着有时间 不要虚浩光阴 不知道在做什么 5点多才睡 可以 我找到一条设计给你 现在你日夜颠倒了 搞不定 我逼你日头过来熊猫医师 去见一见他 帮你调整这个软件 那日夜颠倒了 那就没事了 颠倒一夜一夜 再颠倒 现在很明显阿明搞不定 你现在住在 对 而且你也说你工作比较弹性 我想你尽快 既然今天听完熊猫医师的一些建议之后 除了你可以在家里做的 就是整顿好作息时间 和做一些适量的运动之外 其实都是要处理一下 神的问题 还有可能其他内苦的问题 所以你也算是 早点来找熊猫医师去看不不密切 是啊 乖乖乖乖乖乖乖 性功难又牵绍你两夫妻 感情关系 家庭什么什么 很多东西扔着 自己醒目一点 临走之前我想代阿明 再多问一条问题 熊猫医师 现在他太太被人介绍了 去玩group party 玩leap party 对手多些 但我还是玩一晚而已 健康会不会构成不同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中医都是建议 不要太多 要适当 太多的时候 中欲过度 其实女士做的过程 其实他分泌的一些分泌物 其实就叫阴症 都是一些身体的精华来的 如果舍得太多的时候 长此以往来说 是会导致身体虚弱的 如果想知道为什么 第一时间都是要去找专业的人士 去望闻民策民 看清楚 其实是的 我相信有COVID的出现也好 大家一听到一些症状 我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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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很担心 过度的担心 又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内苦的问题 所以真的 预期自己在想 猜猜猜猜担心 不如直接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忙 所以如果男士们 像阿明那样 遇到一些身体的问题 就可以去找熊猫医师去帮帮你们 好了 今次我们很感谢熊猫医师 帮我们解答这么多问题 阿明你OK了吗 OK 好 好 记住了 有时间就来找熊猫医师 帮你们看一看 爸爸蜜看是什么情况 是的 他的资料 地址 电话 link 还有熊猫医师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多点看都对你自己有益 好吗 我们下次再去跟你谈 希望你身体健康 好 拜拜 我自己补充多一个问题 刚才说的早舌 有些提示 有些是不射的 很难射的 是否反过来 早舌就是神虚神有问题 不射的那些是神太健康 我觉得不是 怎样呢 其实不一定 一般来说 不射是会跟先天那方面的神经的敏感度比较弱有关系 哦 但其实他们不是不射 而是当他们经过一个长久的作战的时候 他们身体支撑不到 远了下来 所以最终完成不到 哦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可以足够兴奋 但他们的体力又大 但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人未必是一个多小时 而是说可能他十几二十分钟之后 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某程度上都是一个疾病来的 都是要根治 都是要医治的 是 没错 都是有些棘子的 是 之前可能有些 我们的杂数就是有些就说 以为自己很持久 但是持久得久 又去不了 以为自己不够敏感 但是去到最后就远了下来 又远不了事 就是女朋友投诉 是啊 是啊 然后我就在想 其实会不会是因为太久 到不了那个极度兴奋的状态 刚刚听完熊妈医师这样说 原来也不是的 所以有时大家 因为有时是过度追求持久 想着久一点 我整晚都可以 原来是有不对的 那是不好的 那是会伤身的 是吧?熊妈医师 一般来说 太过久的确是伤的 但是 我们中医认为 最伤都是射那一下 是 啊? 那某程度不射 那就没那么伤 可以这么说 不是吧? 颠覆了我的概念 但是不可以想射又不射 是这样的嘛 那他现在 那他现在 那你打了一次 明明应该要打出来 突然不打 打回去 那你就会伤 但是 但是 你打了出来 如果还伤的话 我就宁愿不打 所以说到尾 我开始 我都极限了 所以说到尾 不要再问我了 大家有问题 直接找熊猫医师 我现在趁着收线 就要私下问熊猫医师 这次我们再次 多谢熊猫医师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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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